早前,白鹤滩水电站建造历程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收到不少国内外网友称赞 直言,不愧是极箭狂魔,实力太强 而就在最近,甚至非洲有一个国家的新款货币上 却印着三座水坝,全都与中国有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悉,今年年初,非洲第三大国苏丹 发行了一新版货币,便命印着三座水坝 这三座水坝是由中国企业负责成建的 麦洛维大坝和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 另一座罗塞雷斯大坝,则是由中国企业负责加高 尽管说是加高,其实工作量比新建差不了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,苏丹被称为世界最不安定的国家 年平均高温,最热42度,最冷也有16度 且卫生环境恶劣,很多西方企业避之不及 要么就是一纸计划书,然后要言花十多年才能完成 而中国仅仅用了6年时间 这足以证明中国水电行业技术有多雄厚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会在新版货币上 印上中国基建有关的大坝 其实在货币上印着中国基建产物的国家 还不止苏丹一个 几内亚也有过类似的行为 在2015年发行的货币上,也是印的一座水电站 同样是中国公司成建 据说,当时施工问题一大堆 甚至连一些基础工具都需要从别国购入 或者大老远从中国运送 据统计,目前的全球水电建造市场中 中国占据了90%以上 实力之强可见一斑 而有不少有心的网友发现 中国在海外的水电站工程 几乎是一个月一个 基建狂魔名不虚传啊 要知道,很多国家的中大型水电站 基本都是要10年设计,5年完工的 一直以来,网上都有言论认为 中国为这些不发达国家搞基建 太浪费人力无力 有的甚至还拿不回成本 其实不然,援助第三世界国家 最大的优势就是提升国际地位 至少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拉几票 最定型的就是当初的奥运会审办了 没有这些兄弟帮忙,当年也是够呛 至于另一方面 懂得都懂,不细说 绕包子打狗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您用了这些耳朵的事情 并且使用了这些耳朵的事情